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王力宏的婚變 八年 那麼看起來各方面的條件都具足的 可是還是離婚了 那媒體可能都比較早知道 可是這個新聞還是 對大家還是蠻震撼的 那先請教一下盛媒 聽說很早你就知道了 我應該是說 昨天的八點半的時候是 就消息出來嘛 我們就大概要知道一下 他的來龍群脈這樣 但是其實這個消息 在六月的時候 中國媒體就報導過 六月 六月 然後經紀人是否認 但是大家知道嘛 經紀人否認你就參考就好 對 因為為什麼六月 就表示就是說 在那個之前 大家大概知道王力宏 應該在婚姻上有一些狀況 從哪裡看出來 第一就是他們夫妻 其實是結婚八年 他們夫妻有一個習慣 就是他們還滿常曬恩愛的 尤其是節日 像現在要聖誕節了 他們一定會有這種派對 或小孩的活動 他們都會曬恩愛 但是從二零一九年開始 他們在二零一九的二月十四 他們在一個樹上合照之後 這夫妻就沒有再合照過了 那記者都會根據這個去追 這一張 那是最後的合照 最後的合照 對 在一棵樹上 二月十四 對 然後就沒有了 情人節 因為他們坐在這裡 樹是分岔的嘛 從尾中像是 這可以解析出什麼嗎 有什麼 然後這一對夫妻呢 基本上他們都是形影相隨 尤其是就是朋友的活動 他們有這個習慣 可是洪毅大哥 你記不記得八月多的時候 王力宏從美國回來台灣的時候 要先隔離十四天 然後又要自主健康管理七天 可是那七天呢 他就是做錯了一件事情 就到許若萱家去吃飯 然後被檢舉 衛生局罰一萬 對 記不記得那個畫面 然後那個畫面 黑人跟泛泛夫妻 他們的形影相隨 然後徐若萱 但是王力宏是一個人 這個我插個話 這題外話就是說 你要PO那個照片 真的要經過所有人同意 很容易就傷到別人了 對不對 然後害死大家 因為人家有些人 行蹤不願意被知道 沒錯 對啊 那你PO了之後 網友才提醒說 王力宏還在自主健康管理 完了 大家都罰錢這樣 那總之就會有一些 對不起 我再打斷一下 今年過年很多人回來 那都有那個自主健康管理 因為七加七嘛 對 現在政府規定 你不要去串門子 別人去找你串門子也不行 這樣就花十五萬到一百萬 一百萬 譬如說吳老師 剛剛從國外回來 然後已經滿七天在這個什麼 那個防疫旅館了 對 剩下七天你在家裡 在這個防疫 在家防疫 那個劉律師去找你串門子 劉律師要罰喔 罰十五萬到一百萬喔 對 所以千萬不要把照片PO上 不是啦 不是這樣 這真的要確實啦 這題外話啦 不好意思 送給 好 就是因為這一些 跟他們夫妻過去生活習慣 不太一樣的一些蛛絲馬跡 所以其實媒體大概是 在六月的時候有一PO 大家都覺得說 現在就等他們什麼時候官宣 官宣就是說正式去發聲明說 他們 但是更早以前 為什麼有一個消息說 二零一六的時候就有消息傳傳 就顯然 你知道夫妻是這樣 即使他們是銀色夫妻公眾人物 可是還是有時候會忍不住露血 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說法 其實王力宏也跟他身邊人 多少會聊到家裡的一些狀況 因為畢竟他的太太 不只是孩子的媽媽 是他的這個閒內柱 還是他的等於像經紀人 是他的工作夥伴 所以他們很多事情 是不會切割的 那一旦發現 為什麼都各自去活動的時候 那媒體就 首先就猜一定是 那還有兩件事情 可以看出來婚姻出狀況 第一 那個婚戒拔下來了 二月的時候就沒有 就不戴了 再來李敬蕾呢 這兩年的生日 都是跟閨蜜過的 要不然就跟Jana 要不然就跟侯佩晨 都沒有王力宏 所以這個大家就會覺得 你們夫妻一向感情那麼好 才結婚八年 那為什麼是一個人 在那邊吹蠟燭 所以媒體就會覺得 這裡面已經有故事 瞭解 那王力宏昨天 也證實了這個消息 然後他在臉書發文說 靖蕾跟他的私生活 都很簡單 很單純 所以不會再回應任何的媒體 王力宏說 在這些年的婚姻當中 他 也就是王力宏自己 做得不足的地方太多了 也感到很遺憾 那現在他們對未來的生活方式 有不一樣的想法和規劃 所以決定分開生活 雖然已經提出申請 但是永遠會是一家人 恢求外界給予隱私與空間 不要打擾家人 那謝謝大家關心 那我想請教一下文婉 什麼叫不足的地方太多了 其實我覺得你仔細看他整個發 就是應該講說這是有點官宣 那這個官宣到最後呢 你會發現所有的人都走什麼路線 你知道嗎 就是不撕破臉 不撕裂 然後還是要當朋友的一個路線 你看包括他們之前 之前就是這應該算是學長姐 大S跟這個汪曉飛 你看即便已經鬧得沸沸揚揚 然後在之前也很多風雨 可是他們最後其實覺得 應該說確定離婚之後 你看還是 你看就是不撕破臉 這個已經變成 我覺得是一個很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公眾人物在分開之後 很好的模式 像我們就是錯誤的模式 毛起來罵有沒有 對不對 對啊 就是一吐怨氣 好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樣的一個模式很棒 因為你如果一講 我如果把什麼不足 錯誤都推給對方 到最後就是開始嘛 可能我們都看到很多 親友團就群起 你講你的 我講我的 到最後大家老死不相往來 但是畢竟其實有三個孩子 這是很緊密的 那有很多人其實 我覺得可是毛起來罵 對自己有一點治療效果 對方也會攻擊過來 對方一巴掌 對方也是一巴掌打過來 結果是一樣 我們看到的都是那個海嘯 到最後你是沒有辦法去制止的 也許當事人覺得好 夠了 但是旁邊的人外散 你看他們的人外散 這種情形是最痛苦的 可是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剛剛提到三個孩子 畢竟其實你看 2014 2016 到後面的2018 你看連續這樣隔兩年生一個 小孩子你仔細講 還很小的 都黏黏黏的 七歲 五歲 三歲 對 你看那個李靖蕾 給他有一些照片 這樣子就是牽著小孩 然後還穿那個母女裝 那個景象 其實當然看了覺得很甜蜜 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 覺得說 這個女人真的也不容易 因為這孩子都這麼小 他必須要去面臨所謂 我可能要獨立了 那當然我們先不管說 他的經歷也好 他的能力 我們都不要講 其實光是那個畫面 就很有感覺 那當然有人講就是說 那現在這個孩子 因為現在開始又提到孩子的 歸屬還有這個所謂的侵權 還是什麼財產 三十億 要怎麼分 怎麼處理 其實這個都不是重點了 因為都已經簽完了 簽完代表就已經談好了 那只是個中 你說有沒有很驚訝 我老實講 就我們真的看那麼多 因為這一兩天 大家都說你驚訝嗎 怎麼說一對離婚 那昨天也很多的人 就是圈內人就PO文說 要不要直接講啦 現在年底前 還有哪一隊要離婚 就是大家覺得 怎麼三天兩頭這樣子 那我老實講 我沒 我不意外 不意外 對 那大家說 那你不意外的點是什麼 因為最主要是 第一個就是聚光 聚焦 那一般這樣子的夫妻 其實要維持婚姻 會相對的辛苦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他們沒有斷過 就從二零一六開始 就已經傳聞就是說 他們好像維持不下去了 要分手了 然後甚至我們這一兩天 也聽到就是說 曾經一度 他們其實在生完第二胎之後 那有很多原因啦 包括跟婆媳之間的問題 各方面 就是說其實生完第二胎 就可能要 就走不下去了 可是你知道嗎 就是老天爺就開這個玩笑 他又懷孕了 又懷了第三胎 所以其實他們就在維持下去 走不下去了還懷孕 晚上跟白天不太一樣 是不是 沒有 真的就是 這不容易 也可能還沒走不下去 之前有發生 然後後面走不下去 是 沒有 它不是絕對的 它不是刀切豆腐 就是絕對 就是一切 我們都知道 鋼筋都也這樣 都好像走不下去 沒有 床頭床 床尾 最後來一下 沒有人用一個 要看感情的回合 然後床頭床床尾合 有時候通常會發現 這個方法好像 沒有效 因為我覺得 這個婚姻 大家有一點驚訝 就是說 你的條件也很好 是 是 論外表論身材 論學歷 家事 很驚人 對 就是家事也很好 那王立宏就更不用講 王立宏的收入 王立宏的帥 那麼 學士 學士 過方面 家庭背景 然後也生了三個小孩 那小孩正需要爸爸媽媽 那家裡面的經濟不是問題 那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呢 出了什麼問題 其實這幾天 大家有在講 就是說 這個我要講 就是這個都是報宅 因為我們不是當事人 那只是婚姻本來就是 人家相愛容易相處難 有人說 這麼鋼筒對不對 那個就是王子跟公主 可是裡面可能夾雜的 不是你這麼簡單 我們先講 剛剛不是有提到 當飯吃 沒有 最主要是相處 那如果生出了 人家的三部 是要把你抓起來打 你看他也跟他 惡魔一樣 其實這幾天 大家有提到 就是王立宏的家事 其實是很厲害的地方 是他們是三代 都是學霸 光是他的外婆 就是清大的這個經濟系 然後爸爸是這個醫學 就是台大的醫學系 然後媽媽呢 好像是政大 政大畢業的 那王立宏他本身就是 伯克萊的那個 就是音樂方面的碩士 那我們講到那個李靖蕾 他就那個哥倫比亞大學 碩士 但也是那個金融方面 財經方面的專家 那裡面有提到一點就是說 因為王立宏在還沒有 認識李靖蕾 還沒結婚之前 所有的 比方說演藝事業各方面 一手都是媽媽打點 媽媽也是一個女強人 可是後來結婚之後 我們剛剛提到了 太太也很有能力 那當然就是 除了幫他打理一切之外 包括他的人際各方面 都攝入很深 那最主要其實要強調 這是報紙來講說 有一個就是 李靖蕾犯了一個大忌 因為他當時 因為我剛剛講 他們一家都三代學霸 所以這個媳婦 選媳婦也沒有那麼容易 這個媳婦也要有兩把刷子 所以我們發現李靖蕾 他也是學霸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但是他踩到了一個紅線 就是他掌握了王家的銀根 意思就是說其實媽媽 其實這是媽媽你歡樂的 那變成說 其實李靖蕾他是比較 有這個就是說能力的 有企圖心 他就是掌握了這一塊 至少到現在 感覺上理出一個脈絡 就是家裡面絕對不能 有兩個財政部長 財政部長永遠都只能夠 也許會待了 對 對不對